謝謝趙偉 我可不可以直接先請疾管署的同仁 那我直接就找海軍副司令 部長休息一下 您是副署長 那我請教一下 你整個看起來這個磐石艦 或者整個敦目艦隊裡面 在所有在處理這個疫情上面 是不是專業不足 應該是說船上如果有發燒的這些個案 而且也有詳細真的有問到 是不是專業不足 專業不足應該是事後來看的時候覺得說 當然是事後我們在檢討 第一個他們沒有篩檢核嘛對不對 然後他們上去的軍醫系統裡面 也沒有呼吸感染科這邊的醫師嘛 據說是有胸腔內科的 據說你是官員最好不要用據說 這樣子反而造成其他的困擾 我想是要海軍這邊來確認 那我再請教一下 再請教一下 靠岸以後的這個檢疫 如果全部是關在船艙裡面的這個檢疫的話 是不是不太合格 這有點是跟鑽石公主號一樣 大家在裡面交叉感染 靠岸以後的檢疫 是不是應該都是到我們的岸邊裡面有一些隔離的系統 來處理會比較好 對 如果能夠像就是我們不管是海港 或者是空港這樣的檢疫方式 就是我們入出境的管理嘛 所以事實上可以看得出來確實是專業不足嘛對不對 那您請休息一下 我來問一下海軍副司令 我想你也很辛苦 我想請教一下 這一次被拔掉的 支隊長陳道輝跟建址部的高嘉賓中將 為什麼拔掉他們兩個 我不問部長就問你 海軍呢 跟委員做個報告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第一個是不是下情沒有辦法上達 報委員 我們從幾個我們檢討的原因來看 第一個就是他的回報 他回報不實 這個確實是我們在這個檢討裡面的 好 剛剛支隊長的部分我也聽到了 那建址部的部分呢 他有回報不實嗎 還是他下令的時候做錯決策 在連檢是建址部來負責 他是在連檢 就是說已經靠岸了以後連檢上面 是負責這個部分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是否就是建址部下令官兵解散 報委員 今天早上這個議題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現階段 就是在要查這個問題 所以還不知道 我現在沒辦法跟委員報告說 沒有辦法知道 沒有辦法知道誰下令解散 那大家一窩蜂就走人 因為那個陳道輝支隊長 找他們訪問之後 其實我們也很積極的想要了解這個問題 請幫他查清楚 否則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陳道會的責任你知道 高嘉賓的責任你不知道的話 為什麼國防部長昨天要講 建址部高嘉賓中將 他也必須要拔掉他的官階 拔掉他的限職 一定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左營 我想大家知道 我在星期六的時候 已經對外講 有里長告訴我說 有些官兵沒有按照 應該隔離的時間點 就在外面趴趴走 結果馬上就有聯合報說 我說謊 聯合報說出來說 海軍 就是海軍有出來一個說 沒有假梯怎麼下船 結果第二天馬上被打臉 因為在疫調出來以後 確實是14號 那請問一下 出這樣的新聞的到底是誰 你們的國會聯絡人 可以不用來跟我報告 然後就直接用新聞的方式 修理立法委員嗎 立法委員難道不要監督嗎 而且我是用非常客氣的口問 來問說 是不是請國防部查清楚 是不是有人在沒有滿這個時間點 就自己下船了 居然還給我那個沒假梯怎麼下船 這個不好吧 副司令 報委員有關這個部分 當委員提出來說 有人員在左營趴趴走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們的第一個時間反應 就是說 我們要趕快的把它的一個時間點 因為時間點列出來了之後 在什麼時間 它在船上有嚴格的管制 什麼時間它有外出 能夠把這個更詳細的把它列出來 讓大家不要在時間點上面 有前後落差 14日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部分人 是為了接受所謂的 節訓典禮的表揚 先去做預言 14日確實有 15日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黃曙光 是不是還是參謀總長的身份 也去主持嘛 是的 我們在報告都有 所以14日15日這兩天 其實按照你們所發布的新聞稿 就是應該在船上隔離嘛 其實14日我們就已經解除了 你是0500的時間嘛 是不是這樣子 14日我們早上8點半完成連檢之後 它就解除我們的上下管制了 但是你們在前一天的記者會 或是前一天的新聞稿 跟人講說到15日嘛 所以這個時間點 麻煩你再講清楚 再說明白 再查好了好不好 謝謝委員 我還是一樣想要知道說 建址部為什麼他為要調離縣職 他最主要是做錯哪一件事情 是決策上的錯誤呢 還是隱匿的錯誤 我再來問一下這個疾管署好了 疾管署大概知道 最近我們在請疾管署的部分 或是請陳時中部長的部分 幾乎都是在做亡羊補牢的工作 希望能夠把這個疫情的管控做好 甚至請很多縣市地方政府 來幫忙做疫調的工作 請教一下 疫調如果碰到官兵拒絕回答的時候 怎麼處理 疾管署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會先用勸導的方法 因為目前這700多位的官兵 是在我們集中檢疫所 那其實也會請國防部一起來協助 那旧地方已經有反應 就是說拒絕疫調部分 昨天其實指揮官有親自的 跟這個下令讓集中檢疫所 要來協助這個疫調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已經有改善了 好 我可不可以正式請求啦 因為這次在高雄算是重災區 如果陳時中部長有空的時候 可不可以下去跟韓市長交換一下意見 怎麼樣好好把疫調做清楚 怎麼樣處理所有周邊有沒有染疫的狀況 怎麼樣減少所謂防疫上面的破口 大家能夠對好 不要說公說公有裡 婆說婆牙裡 反而讓地方一級的衛生局的人員 或者是你們在中央的集管署 在下情上達上面會有一些困擾 可以嗎 麻煩你建議一下 或者請張上淳醫師也可以 好不好 可能有一些正確的知識或疫調上面的應該有的態度 他們不是那麼清楚的狀況之下 我建議能夠弄清楚 我們現在的還是一樣 要團結 團結是為了我們最重要的敵人 是病毒 好不好 不是人也不是官兵 更不是國防部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行政調查現在國防部已經處理好了 那未來如果行政調查出來以後 送到集管署去 有沒有可能會用這個傳染病防治法來法辦 目前指揮中心已經有成立法治組 是由法務部的次長擔任組長 所以我想我們到時候就會有好幾個組 一起來針對疫情 針對法治這個還有處理的部分 會聯席來開會來討論 大概什麼時候 就看國防部的報告一送來 我們就會來處理 國防部的報告送到疫情指揮中心的時候 你們就有這相關的法治單位來看一下 是不是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包括隱匿疫情或者是散佈謠言 是不是這樣子 是 那我了解 那我再請教一下梅中將 請問一下這次染疫的同仁 到底是在磐石件上面 還是還有包括康定件跟月費件 目前所有的採檢跟抗體的部分 都只有磐石件 另外兩艘船目前都沒有 目前都沒有的意思是有還是沒有 都沒有 但是他們也是有造回來居家檢疫對不對 他們都在檢疫所 都是採血對不對 對 還沒有做協議 就是他的採檢而已 對我想遵照疫情指揮中心 希望能夠三採 或者是直接用那個協議採血的方式 好嗎 因為年輕的無症狀或是輕症的感染 其實是我們這次造成破口裡面 最大最大我們必須要防範的 這可能牽涉到科技方面的問題 那疾管署我知道他們是高度的警戒當中 好嗎 好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委員